你拿著東西坐著坐著做甚麼 這個一定要和你們介紹 這支東西是噴不噴 是我們的性水 燒臭 燒毒 這個為甚麼我說一定要介紹呢 其實它含有果酸成分 其實噴到口也行 這個真的很好 因為我今天星期六 來到上班 然後我就餵食 吃榴槤 還有15壺 還有嫂子 我們三個女人 一個可以在這裡吃榴槤 吃完之後 很開心 嘩 口全部都是榴槤味很棒 但是如果有些客人在這裡 我們又很漂亮的見人 一說一說 Hello 然後整支榴槤味就不好 然後我們就用了這支瓶 是否有個客人提到你們 是有個客人提到你們 那又沒有 是啊 你不知道嗎 人家又沒有說我們的客人很臭 你沒有說 你們自己在這裡說 我的榴槤那樣 然後客人就說 你也會噴噴噴噴 他會提到你們的 反正我們的客人 我們的客人很熟悉我的產品 即是客人沒有說我們很臭 我沒有說 他聽到你們這樣說 我們一天很慘 是我老朋友跟我做結他 然後梁先生 不是姓梁 總之有位客人很好 就說你們試一下噴噴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一噴到口裡 真的很神奇 你們試一下 或者你們吃一些蒜頭 一些重口味的東西 你很尷尬 口有味道的話 你試一下噴吧 好像口裡的味道立即消失了 立即消失了 立即消失了 老實說 下次吃完 他要試一下 這是十三 這是十三枚的銷售方式 溫柔一點的 這支噴噴噴 其實是我們貝拉頻道起家的產品之一 那時候我們沒有什麼產品賣 我賣每一項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 什麼食品添加 其實這支 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在工作訓練 又是在職培訓 這支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果酸 果酸的酸性很高 當然是天然食物 但是就不能夠直接入人口 因為可能會拿傷你 因為酸度太厲害了 他現在就拿捏到 這就是日本人的技術 所以這支跟我剛才的二氧法律是不同的 OK 他最主要其實就是殺菌消毒 而且 你看到什麼磁軸 他寫著的 磁軸一周間 因為 譬如我們噴完手腕 門口的手腕 你噴完了 過了一會 又有些食品摸上去 這樣就沾上去 但是可以持續一周 整個星期 那個都沒有用 什麼人會用呢 因為他可以吃的話 我們盡量用我的身體 譬如 你有老人味 但我們還沒有 噴一下 同一時間 你有臭 口臭 你吃完東西 蒜頭 韓國買得很好 日本人吃完燒烤的衣服 因為你不會太喜歡 二氧法律出街 吃打火鍋 對 吃打火鍋 這個是其中的 喉嚨痛 有個網友我那天說過 他一年兩次感冒 三次感冒 這支東西出了七年 他用了七年 他還未再有感冒過 為什麼 天天早晚 噴慢口 殺菌 殺菌 三菲脂 牙痛 好了 我們之前說過 有些網友 灰甲 或者我們說肉酸一點 下體有些女性會發炎的 她不是做什麼職業的女性 不要想什麼 但有時候有些女性會發炎的 就噴在兒媽的筋上 其實我覺得直接噴都可以 不知道為什麼 嘴巴都可以 難道下面不行 然後 就想玩兒媽 衛生巾 也會OK的 香港腳 洗完糧 抹乾淨糧 就這個噴腳 二氧化六層噴鞋 是沒有人不好的 如果你聽我說 是每個100% 幾乎不中在香港都會痊癒 OK 就是這支噴噴 很神奇 這支噴噴 當日疫情來的時候 大家買得很開心 200元一支 現在的一支 68元一支 68元 OK 好了